昨天说到,妃妃和颠颠两个很心坚。 自从她走了之后,日日都坚持练功, 在这十年里进步很大, 都已经脱胎换骨,脱离了禽兽的身形, 成了长生不老的地仙。 得闲的时候,也像师傅李源那样, 降伏了不少妖怪,居然也立了功行, 还种了很多仙花仙果,养了很多仙脚仙琴, 整个紫霞洞十足是天上的仙香, 金鲜的洞斧。 当李源一踏入紫霞洞的时候, 她几乎都认不出了,心里很欢喜。 妃妃和颠颠见到师傅回来, 开心得不得了,立刻跪下说, 蒙恩师指点,蒙恩师太愧, 今天我们才有这个成就, 我们不会忘记师傅的恩典。 李源说, 哈哈哈哈, 起身,起身, 功劳应该归你们自己的, 无论出身如何低微, 只要他自爱勤奋, 就实会有成就的。 好了, 我现在再教你们这些仰心的秘诀, 将来你们练成之后, 就可以与天上的神仙并驾齐驱, 连灵宵宝殿蓬来三岛, 你们都可以随便去的了。 多谢恩师, 多谢恩师啊! 好了, 我要离开你们了, 明天我就要去昆仑山八景宫, 拜见祖师。 你们两个一定要加倍用功, 我新秀的徒弟洋人功夫很浅, 你们要来时去看看他, 如果他不坚心修炼, 就告诉我, 我已经派了玉儿去服侍他了。 师父, 我们知道了, 你放心去吧, 第二天的午时, 突然空中传来一阵鲜乐声, 你而想, 哦, 当然祖师派人来迎接我了。 于是他就穿起道袍走出洞口, 果然见到有好多朵白云从天而降, 其中有个青衣童子拉着仙河, 就等李元坐的。 李元说, 李元有什么德行, 领受祖师这么大的礼遇啊? 童子说, 祖师和各位师兄等着你了, 请师兄快点起架。 李元扣了头, 上了仙河背脊, 跟着就腾空而起, 一阵那么久就在天边消失了。 肥肥和颠颠看得眼都定了, 颠颠就说, 哎, 我们将来学到师父那样就好了。 可? 赤江李元来到昆仑山八景宫, 降落云头, 在仙河背脊上落地, 早已有一班师兄和同志在门口迎接他。 大家寒圈了几句之后, 就一起走入八景宫。 只见老君祖师坐在大殿的莲花座上面。 李元对着祖师拜了八拜, 祖师说, 哈哈哈哈哈哈, 但为你十年之内做了不少善事, 现在, 轮到你做你应该做的事, 有前世的债, 亦有今世的远。 债要还, 人缘亦都要了结。 祖师, 我不明白你的意思, 请祖师指点。 哈哈哈哈, 你父母等你去道他们, 你快点去吧, 免得他们在陈世间受苦。 啊? 遵旨? 且说, 李元拜别祖师离开昆仑山之后, 回家点化了父母同登仙解。 李其夫妻本来都是有善根的。 经过李元一点醒, 夫妻两个即时大悟, 将所有的陈缘, 劈得干干净净, 一起入山收岛。 过了五十年之后, 李元就到他们做了地先, 这就是李其夫妻的结局了。 这些就不会详细说他了。 李元点化了父母之后, 再回到昆仑山向祖师复命。 祖师不等他开口就说了, 啊, 你的父母已经被你点化了。 归依道门了, 可喜可可。 啊, 知你的事还没做完。 你还要偿还你的宿缘, 还要去主持一个道场。 道场的主人虽然不属于我门下, 但是, 亦都是道门的子弟, 将来你们两个还要一起共事, 你自己不好大意啊。 李元不是很明白, 他说, 请问祖师, 我去哪里常怀宿缘啊? 啊, 我这里有几句说话, 你记住了, 我去哪里也有几句说话, 你自己不解谷, 我去哪里也有几句说话, 我去哪里也有几句说话。 哦, 多谢祖师点醒, 小徒明白了, 我现在去, 告辞了。 李元出了八景工, 架起云头, 来到无崖洞, 洋人一听到师父回来, 马上走出洞口迎接。 你原来考了一下他的功课, 看他大有进步, 就很欢喜, 接着就吩咐他说, 最近祖师指点了我混油的法术, 七日之后, 你就要把我的驱体火化。 你不用怕, 到时我的魂魄已经离开了驱体, 但是未够七日, 你就千万不要火化。 我怕魂魄和驱体未完全分开, 你要记住。 知道, 我记住了。 于是当晚李元沐浴过之后, 就上床了。 他念起咒语, 过了没多久, 只见他整个身都直了, 动都不动, 就这样死了。 原来他的魂魄已经离开了驱体, 向着光蓝飘去。 一路飘啊, 飘啊, 飘到金山脚下, 来到何家, 和蓝仙相见, 两个谈起前世的缘分, 都不知多好谈, 接着又谈起修炼的功夫, 和入门的秘诀。 不惊不觉, 就过了五六日。 李元就劝蓝仙不如趁这个机会, 出家收到。 蓝仙很欢喜地答应了。 第二日蓝仙多谢父母养育之恩, 就跟着李元离开了何家。 李元带蓝仙离开之后, 叫他眉上双眼, 然后将他推上一朵白云上面, 和声起, 只见白云上面站着蓝仙一个人, 随风飘下飘下, 飘到湖南恒山。 在恒山一个天然石洞上面, 突然蓝仙好像听到有人说, 何仙姑, 何仙姑啊, 这里就是你的修道的洞府了, 你就在这里诚心修炼了, 十年之后, 会有神仙来道理的啦。 好啦, 我去啦。 蓝仙一字一句都听得清清楚楚, 好像是李元带声, 之后好像不是。 他心想, 不理他是谁, 反正都是神仙的声音, 我一照做就是了。 蓝仙就在恒山上面的石洞苦心修炼, 五年之后就断了人间烟火了。 有一日, 天上的元女娘娘亲身下凡, 收了她做弟子, 正式用了何仙姑这个名, 还送了一本欲墟秘籍给她。 那何仙姑得到这本书之后, 日日在这里练功, 进步更加快。 这些都是后话了, 这里就不说她。 那李元送了何仙姑去恒山之后, 她自己又怎样呢? 原来她因为挂着自己的驱体, 就马上回去泰山。 自从她的魂帕离开了驱体, 到了何仙姑之后, 到现在正好六日, 未够七日, 差一日。 李元在半老突然觉得她心 嘣嘣嘣跳, 神仙是最怕心跳的, 心一跳, 实是有事的了。 这阵时李元虽说可以预知到什么事, 不过要经过推船才知道。 于是她在空中里站定, 闭目养神, 闷闷沉沉沉地推船。 可奇了, 平时无论什么事, 一算就知道。 至于这一次, 总是蒙蒙茶茶地, 算极都不知道。 哎呀, 这次弊了, 实是有事了。 她就急急忙忙架起云头来到毛崖洞, 怎知一入洞府, 就觉得情形不对路, 不单不见到洋人, 连自己的驱体都不见了。 她定了阿神, 慢慢坐下, 然后再合指推船。 啊, 她明白了。 原来洋人自从师傅魂魄离开了之后, 都很小心看着师傅的驱体, 一步都不敢走开。 看着过了六日, 还有一日, 就要将师傅的驱体火化了。 啊, 怎知就在这阵子, 突然有个乡下走入洞府, 洋人认得她是同村的周小冠。 洋人很久都没有见过她了, 现在见到她, 塞骨猛争地来到, 心就不免打了她。 周小冠又吸气之后, 说她老母病得很厉害, 看来就死了, 要洋人回去见她最后一面。 洋人听完之后, 又悲痛又心急, 哎呀, 死了, 怎么好呢? 如果马上回去, 就辜负了师傅的委堂, 誤了她收到的大使。 如果明天回去, 看来, 就看不到娘的最后一面。 哎呀, 哎呀, 洋人真是进退两难, 不知怎麽好。 她一味傻了, 站在那儿。 周小冠就催她, 洋卿呀, 你干什么呢? 走呀, 遲些就来不及了。 你在那儿看着这条尸子干什么呢? 洋人为了含着眼泪, 将师傅前前后后的吩咐, 我说了给周小冠知道。 周小冠听完之后, 哎呀, 我说你傻不傻呀? 哼, 我从来都未听过, 人死了六天还会回云的。 就算你师傅有道行, 他说七天而已, 你和他开了六天半的嘛, 还有半天而已, 哪有这麽巧的? 我不信他就在这半天回来。 我说呢, 你已经和他做到九成九的了, 就差跌那么多而已。 如果你错过了机会, 说不定你就见不到你娘亲最后一面的了。 唉, 你自己想了, 我不理那么多。 周大哥, 那, 那你说我师傅的法体, 怎麽算了? 哼, 儿子, 师傅怎麽吩咐你就怎麽做咯。 那, 那万一师傅, 他, 他早不回来, 前不回来, 就在我们烧了他的法体之后回来呢? 我, 我, 我是他的徒弟, 又受过他的大恩大德, 布达未来得及, 反而令他云拍无衣, 我怎麽对得住他呢? 唉, 如果你师傅真是神仙啊, 还要个軀体做什麽啊? 杨卿啊, 事不宜次的了, 你娘就快断气的了。 我真是不明白你的, 为什麽只是顾着你师傅, 不理自己的亲生老母才行的? 唉, 洋人真是被他说得心都乱了, 没办法了, 唯有听了这个周小冠的, 于是对着师傅的驱体大哭了一场, 然后和周小冠一齐抬了 理员的驱体出洞口, 火化了。 洋人又是很伤心的哭了一阵, 就跟着周小冠下山。 这阵时洋人虽然未会腾云驾摸, 但是自从他收到之后, 根强骨妆, 走起路来好像飞一样, 周小冠在后面, 走到气都损了, 都追不到他。 大约是二更时分, 洋人就回到家了。 他好像一阵风那样推开门, 只见娘亲已经有气入武器出落, 就等他回来只眼闭了。 洋人大喉咙喊了几声, 娘亲! 只见老人家慢慢抹开双眼, 看着儿子, 然后笑了一笑, 一句话都没说, 到两只脚一眼, 一声断了起。 洋人更加伤心, 到天亮的时候, 周小冠才吸气赶到, 周小冠正喊了几个人来, 帮洋人修炼了老母。 好了, 各位, 现在要回来讲讲李玄了。 且当李玄合子一算, 就算到自己的驱体 已经被洋人提前火化了。 他不禁神思惶忽, 想起临行之前祖师赠给他的那首诗, 辟谷不解谷, 居兴路亦素, 欲得救刑鞋, 正逢新面目。 欲得救刑鞋, 正逢新面目。 哦, 难道我还有环体的希望? 李玄初时很生气洋人, 怪他不遵照自己的祝福, 令自己现在成了个无家可归的游蕊。 至后想深一层, 又很体谅洋人的孝心。 他想到我害了他, 如果我这次不去混游, 就不会让他娘临死之前, 都来不及和儿子见面。 诶, 经书里不是有起死回生的法术? 好, 我立即是这样, 我立即赶去, 只要他的尸未难, 还可以使他回生, 长多十年八年命, 那我心也会安乐一点。 李玄想到这一层, 立即架起云头向南飞去。 这个时候, 突然在东北角有一朵白云, 很快地向着李玄飞过来。 李玄看了一下, 原来是文始真人。 他很欢喜地问, 哈, 文始师兄啊, 是不是为了小弟而来的? 文始真人说, 如果不是为了你前世的业债, 我才没那么有空来找你。 请问师兄, 小弟到了何家姑娘上恒山收道, 已经还了债的了, 我还有什么债未还? 哈, 你到了何仙姑上恒山, 这不过是你完成了你良心上的一个责任。 还有无意中中落的一段业债, 你不记得了吗? 唉, 难怪你不记得, 因为你当时是无心的, 那次你出于好心, 想在水面救回女孩, 谁知反而弄断了别人的脚, 幸好她是根基深, 加上又得到龙王赐给她的龙丹, 才无心的残废。 祖师一早就和你算定了你会有今天的报应的了。 其实呢, 那也是要你还债, 如果这个债不还, 你是成不了正果的。 那请问师兄, 你有什么办法救我? 哦, 当然有了, 不过, 你以后就要低减脚, 不像你前世那么瀟灑英俊的了。 师弟, 这条拐掌呢, 就是给你翌日用的。 你不要小看这条拐掌, 他很有来力的, 是王母娘娘在盘陀大会的时候送给祖师的徒资来的, 这条拐掌能够知情与寒暑, 又可以做兵器, 小魔鬼怪给他拐一下, 没命的。 来啦, 你现在就跟着我去找你的替身啦。 你原跟着文子真人一起向前行, 他们走到那棵大树的下面, 文子真人指数树的一堆东西说, 来, 师弟, 他就是你的替身啦。 你原定眼一看, 不过吓了一跳啊, 是什么来啊? 原来是一个已经死了几日, 生得又黑又丑样, 一只脚长一只脚短的乞衣。 你原就周身都不自在地说, 师弟, 这个这么丑样的乞衣, 就是我的替身啦? 哈哈哈哈哈哈, 师弟, 既然是神仙, 就不计较丑不丑样啦。 不是这么说的, 师兄, 虽然说, 神仙以道法为中, 神有天地, 不需要计较的样子, 生得如何? 只像这个死乞衣那样, 这么难看的, 都很糟糕的嘛。 明天功行有成, 实会和各位师兄会下, 上界各仙, 三界真神的。 看见人家个个都先锋道骨, 又英俊又瀟灑, 不知我呢, 又跛脚又丑样, 你, 你说我多没面子啊, 求师兄, 和我找个第二个替身啊。 各位, 文子真人, 有没有和他找个第二个替身呢? 明天继续讲。